我們主席還是一馬當先 手先寫完了 就連寫春聯也要比誰先完成 柯文哲雙手抱胸得意得很 但論發春聯 身旁的前副手黃珊珊 人氣似乎比他旺喔 回到最熟悉的內湖選區 這整個週末又都跟柯文哲 兩弟弟 從政旗鼓 異位不言可喻 我現在先把手跟腳的傷 傷也想壓好比較重要 我有具體的規劃會跟大家報告 那黃申申選立委比較好 還是2024柯三退 你怎麼想那麼多 高嘉宇跟黃申申選立委 你要挺合一個 哈哈哈哈 這個是有趣的題目 不要鬧了 都好朋友 講2024太遠 畢竟這回九合一大選 民眾黨為何敗選柯文哲 還有一個一個好好盤點 廣泛的召集 自從道合的同志你知道 各方開闢僵途 不過後來發現 資源有限你知道 結果反而讓自己陷入 資源不足引起的左之右處你知道 提名的時候沒有辦法注意到 參選人口和民眾黨的形象連結 但怎麼聽都像是在扯 自己人後腿 檢討報告寫出來 把他厚厚的 把幾十頁 這個太多太多要檢討了 還在想市場定位的問題 不過是這樣啦 也不可能說 我候選人長得都一模一樣 黨的問題想辦法要搞定 不過自己才剛結束 市長任期 現在卡了多年的大巨蛋 中央馬上放行 內政部代理部長華敬群 又嗆他 沒做好任內事情 柯文哲也反擊 過去沒有做得多好 是一回事吧 那問題是 並不是說人家做不好 你就可以做爛嘛對不對 這個還一點啦 算了 發情群不想理大了 我實在是 部當司長還是要嗆你 恩恩怨怨 未完待續